这个视频主要是演示一下iPhoneC解码的测试 我们会用这个设备 我们会用这个设备 做一个iPhoneC的控制 发送数据 然后同时 它iPhoneC跟这边通讯 这边一个iPhoneC的存储芯片通讯 然后我们同时用试播器 我们用的是A02这个设备 试播器 其他的设备试播器是类似的 它软件都很相同 用两个通道 就是两个探头 D接D 然后iPhoneC有两个线 一个SCR一个SDA 一个时钟线 一个数据线 然后接上去 然后你可能会接反 我们解码默认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 A通道是SDA 然后那边是时钟 你反了以后 你把它两个对调就可以了 这样就搭好了 这是一个iPhoneC跟它通信的一个模块 我会用通过稍微机来发送数据 然后这边 试播器 两个通道探头 当然打到乘一就行了 这个是TTL电评的 3.3V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解码打开 在采集波形之前 就可以把解码打开 然后打开以后 我们把触发打开 默认的话 没有打开的时候 A通道是时钟 SCRB通道是数据SDA 按照这个顺序去接好 然后我们把A通道 因为接在A通道的时钟 做触发 我们把触发打开 然后选单次触发 现在已经触发了 再等待 然后我们的触发位置 水平触发位置 就选在0到3.3V之间 可以放在1.5V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TTL电评的一个iPhoneC 所以把触发电评设的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它就在等信号 把信号穿越这个触发电评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发送这是iPhoneC的上位级软件 我们自动证测的话 iPhoneC地址是A2 然后这边是数据 2234678904277 好一组数据 我们把设备发送 发送数据了 好你这边触发已经 已经弹起来了 就是已经捕捉到了 我们看到波形已经有了 可以看到A2 对吧 第一个是地址 第二个是00 是查了一个数据 然后你可以在缓冲区域里头 位置可以左右移 左右移动 编辑也可以用滚轮 也可以用键盘上的左右键头 然后看一下数据 我现在用滚轮把它滚到合适的 合适的大小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是放到合适的 A200 这个是地址 A2是地址 00是查的一个数据 然后数据就是123456 0S78 0S90 0S43 0S54 0S65 好数据完了 那么发的数据都完全的给它 捕获到了 并且解码了 解码出来了 好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用滚轮 也可以左右移 然后来看 我们只能解这种标准的iPhone3 你看到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它的每个数据段之间会有一个间隙 这个间隙比正常的数据位要宽一点 宽1.5倍以上 好 就看这个位置 这样它才能解出来 这个位置也是 它两组数据之间会有一个低电屏的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停止的停止位 你看它每一组数据 每个字节的数据之间都会有一个停止位 这样才能正确的解码 有些有些有些是没有这个停止位 但它可能是为了就是不是标准的iPhoneC协议 它可能不是为了可能是为了传输的更快时间效率更高 所以它的两个数据之间根本就没有停止位 那样是解不出来的 那种iPhoneC是没法解的 然后我们平时你一开始不知道它的速率怎么样 我们比如说像现在我抓的一组 就抓的这个很密集 这是因为同样的一个iPhoneC数据 因为我的时间档位打到一毫秒每隔 就是我的时间档位打大了 已经打得多大 我现在即便是用滚轮缩放它 滚轮缩放 我最大放到的这个程度还是太密集了 就对于解码来说 人的眼睛已经分不出来了 那其实解码的程序也很容易错误就分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打 你遇到这种情况解码失败 你应该打更小的时间档位 让它比如说我们像现在出发 我再发一组 我先把数据改变一下 5667788都放一些数据 跟前面的做区别 你会看到区别 都放一些数据 好 发送现在也捕捉到了 你发现它又捕捉了 解码也成功了 因为它是合适的 就是你的档位跟你的iPhoneC的这个速率 是合适的 就是你一个准则 就是你的人眼前能看 基本上能看清楚 高低电屏的这些数据 它就能解出来 刚才发的65 现在44566 778899 980487 这些都发了 都发出来了 都解到了 好 我们现在是用的是100K的 100K赫兹的工作频率 iPhoneC的工作频率 我们现在换成400K 升高它的iPhoneC的速度 好 那我们现在再出发 不好意思 把出发打开 单次出发 然后发送同样的数据 然后你可以看到捕捉到了 好 还是这样子 还可以 这样的速度400K 好 捕捉到的数据都对 0S Air地址 好 121A 34567890 可以 那我们现在再升高 再升高到800K 最高的800K的 好 我同样的把时间档位 也相应的把它升高 再来调小 好 这样能看到更高的频率 我们先不调小 先看一下不调的话 不调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好 捉到了 这是800K赫兹的工作频率 看一下它的数据也是对的 已经抓到了 这些解码出来了 假如说你接反了 我现在是反接的 好 S4L其实你接的是B通道 那你这样子看是解码不出来的 就是它的数据刚好是相反的 这种情况下是解码不出来的